完全就是一个急杀浮温代法 对 就跟那种莫干纳的代法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走过来 这个位置 走过来 这个位置 完了 这一下磕头很尴尬 稍微出现了一点失误 这样的话 Mistic被上了一个点燃 弄在闪现 给了一把掌直接删死了 然后在飞回霞的身边 我的天啊 这一下半年似乎真的 对线套部真的下落没打好 但是讲到你刚才阿D放了那个大招 角度也够定 下落这一波 看能不能找回场子就看你了 来了来了 先勾引一下 八哥这边眼睛很到位 不会是眼睛 阿D跟阿D盖盖上 大招落不落开了 闪现躲开 大招落下来了 英明这边没闪现 追不上阿D了 热疯了 这阿D有点贪了 诶 这样的话还可以回了一下雪感去 这 为什么 他就是感觉想收鬼人头 我觉得 这你怎么收人头啊 你这里队友的技能都没了 这一波的话 其实是稍微给对方蓄理一下 这蓄理一波大名了 要不然这一波反正是下落大爆炸 其实这一波的干客对他来说影响不大 这是一个治疗数 诶 这个位置的话 倒被睡到了 应该没事 被睡到了 反而要反倒 诶 这位陕仙撞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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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陕仙一天 高人头的话 是让蛇女给拿了下来 呃 这个 哇 其实这一波陕仙撞墙 我觉得没有任何必要 你直接往这个什么左翼上 直接往蛇女那边 直接往左翼那边 直接往左翼那边陕就可以了 而且我甚至觉得 在那个时间点 他没有必要交陕仙 为什么 因为爱构的治疗数还没有用的 下落部分 因为有领先的关系 已经能够让金角 单独一个人在线上 让肉队有空间游走起来 嗯 大眼怪 水银鞋加上 诶 诶 失误了 身上有个红bub刚好烫死了 挺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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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打紧的 他上次就打三 我觉得上午好像还可以 但是 多云逼这种 比较有经验的中单选手啊 不知道会不会 给Net收个学费什么的 是的 我来看一下 比赛已经开始 二郎的 哎 哎 比赛已经参停 二郎的 加油 就在一瞬间 加油 就在腊门一瞬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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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对手这边 好像点了一下头 觉得很满意 对我们裁判调试人员的技术表示非常OK 裁判做了什么呢 其实就重启一下电脑 很难拿这把奥拉夫在后期 所以这把阿尔达路如果说女警的这个推塔 现在还没办法进行的话 对于阿尔达路来说的话 真的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而且这边下落也想动奥拉夫来了 这个时候直接打招 没有要反打了 但是Fu这边先吃进来 哦 和这边赛恩开车过来 Barbara Streisand 赛恩开车过来 撞了一下塔姆 这边华队的前半全部进场 奥队踩出来了 这边乌鸦的前半有点无敌 路易碧这边是有着出面的备动 打击后面一斤 爱河进场 逼走到路易碧 完了 所以今天再配合 美鲁路斯的输出 对一命跑不住啊 哇 第3个人 这边还要枪杀 替转这边顶不住了 不用跑 马哥做一个位移 被都再打出来 我被又打掉 Nate无敌了 被这边大招的刚才炸死了 一个人都没有死 RW这波爆炸了 打牙膏 但是牙膏这边确实 只要取准的机会的话 只能够攻击一波的 又来了又来了 是温娜的位置 位置很糟 又是选者模式 鲁路斯的召唤 没有打到 而且是一个2比2的 但是感觉还是有了 还是有了 而且克力的这边 可能要交个闪现 交个闪现还走不掉 走不掉了 被练住了 这下要糟糕 所以在后面 给一点伤害以后 也是提前一步拉开 大节奏 这下上一眼连续的被击杀 只能是金兵 但中路这边的话 就直接要被破二塔 三座外塔都被推掉了 看一下接下来 机动gaming 是选择回家出装备 还是继续押 中路开起来 老板家要玩小手 高地在内部 两次被黑客给挡掉了 打到一个机组 打到有机组 就不需要闪现 还是被击杀了 这一步刚刚才踩了个夹子 哇 这不是意外之嫌 那是不是有机会 再做一波推进 就是 只要把水晶点掉的话 超级兵有buff的情况下 肯定是守不住的 机空以来伤口带 给兵线压力 中路直接掉 下路再一掉的话 下一波就是 六个超级兵 同时还带着大老板 肯定是没法守 直接一踢 哇 踢错人了 这波是一个假的错 哎呀 骚人这一脚踢了 这样一篮 觉得有点守不住了 因为他把唯一的机会 给到了假身身上 变成说呢 IG在下路防守的同时 如何来策划反蹲跟反攻 然后RW如何维持推进的事态 并且把优势扩大 RW 加油 RW 加油 非常猛烈的一个粉丝 老师说我被吓了一条 我刚才肩膀抖了一下 不可能让IG像多多刚才提的 IG其实是有机会朝上方进攻 没错 他们打一个上中演是有打头的 嗯 就来看RW要怎么改写上一局的历史 IG 加油 IG 加油 IG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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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所以肖道勇士这一场的加油声 并没有吓到我 但是依旧是非常声量 非常的洪亮 很震撼 对 上路维鲁斯过来手 中路的话有颜阙 所以把颜阙杀了 C 哦 来了 颜阙这边有没有机会杀掉 牙膏擦一点点血 交了一个治疗 还没死 颜 洒一下 大蚁下来 大蚁下来 可以打 这边zoom的话已经是双招进招 哎 这波要反打吗 哎 又把里面稍微找回来一点 你别说 是的 这个如果能把中塔碰掉的话 套路结束就可以了 哎 哎 这也可以屁股撞 这一股向后皮杀洛艳势 又上 可以踢出去了 这个太骚了吧 这个 大家站一下 哎呦 还出去 皇子还是有点突然 皇子你也被秒掉 这边 海兹克是一个残血 但是还是活得下来 这一波狭狗先锋的强行推荐 是没有取得到效果 这屁股还挺厉害的 是啊 这倒车 被三机子转了个个儿 没想到狭狗先锋还挺坚强的 红四方现在也很聪明啊 我不停地惊醒这个大龙 让你排演的时候并不自在 是 但是旭云现在对于BB来说 最需要小心的还是莫干纳这个位置 他太脆了这个升板 嗯 身板脆的一个原因 还是很容易先被激活秒掉 救赎开光 想要抢一下 接着下去 什么 球长是把这个大龙给拿走了 自己想要第一枪林伟翔 林伟翔被吞走了 自己先吃到林伟翔的一个伤害死掉 但是身边草剖 这边草剖到了四个人 运进一个叔叔完全没有人在见 这闪电过去直接一枪点死了大嘴 他这边林伟翔倒下后去还有伤害吗 冰雇这边锤醒来在空中是被带走了 AJ这边一个穿上也是一枪鼓威 把后面的猪妹给杀掉 带走了一个Double kill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